欢迎收看娱乐新闻 我是Kimi 尖可林 现在都越来越多 Crossover的演唱会 其实对于乐迷来说 绝对是一大喜讯 事关可以一次过 听到两位偶像的歌 接下来就两大歌神 包括谭永凛和许冠杰一起开场 这个组合绝对非常吸引 乐坛校长谭永凛 与一代歌神许冠杰合作开场 不用说一定火花四浅 两位重量吸人晚 这日出席记者会 当然要大展歌喉 两位都是超级巨星 丹菲开场已经够号召力 为什么这次他们会选择合体开演唱会 因为去年他做红馆 阿鸣做我的嘉宾 大家在台上合作得很开心 衣衣不舍 然后有些监制就告诉我 你想不想和阿鸣合作 做一个大家一起合作的show 我听到非常兴奋 因为我一向都很仰慕 Alan 而且我很喜欢很多他的歌 有机会和他一起合作 大家在台上和歌迷一起见面 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立即答应 我会唱一些Alan的歌 他也会唱过一些歌 大家会把歌的混合一起 唱很多鸡尾歌 很多mattery 我们也会唱很多rock的英文歌 两位不止唱歌配合 就连衣着品味都这么配合 Sam哥最喜欢就是穿豹纹 校长当然不可以执书了 如果Sam穿豹纹 我就要穿虎纹 整个虎纹纹 虎纹纹 那我们真的分别两个 照顾不同类型的粉丝 是不是真的这么说 因为我们服装部 在泰国买了很多不同的料 很漂亮的料 有些是抛纹的 很漂亮的 抛纹什么都有 到时候很多衣服穿 你两个想不積極地继续续续续续续续 Sam一般都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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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看我 我们在台上一动 就自度减绑 每晚每场show 我想不见三磅 当校长遇上Sam哥 不止歌迷有福 同时也令黄牛党有机可乘 网上说这么快就出现天价炒票 令校长也很无奈 我和Sam也很沉重 郑重声明 郑重声明 其实是我们的floor plan 说到时一定会和Sam拍回旧本 留着这个美好的时刻 其实一部电影可以成功牵动到观众的情绪 某程度上都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无论是笑或哭都是 最近有不少观众看完黄秋生和惠斯牙的生气之后 不是笑不是哭而是看到嘔吐 不知道大家是否觉得我们和同事相处的时间 有时真的分分钟多过和家人或朋友相处的时间 所以相似得久 每晚都会变成好朋友一样 就像TWINS那样 他们合作了有16年这么多 这一段讲戏都说互相影响了很多 TWINS成军16年 他们的歌曲陪伴了不少人成长 而阿萨、蔡卓妍和阿嬌、钟印童之间 亦建立了一份浓厚的感情 他们还在520这个特别的日子 在广州这个演唱会舞台上发表爱的宣言 阿萨,认识了你已经17年了 是吗?是吗?是吗? 大家工作了都16年了 其他中间有些东西不说了 谢谢你一直以来陪伴着我 我爱你 你讲完了很多 我不喜欢彩色 又喜欢黑白变得人生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彩色 越来越说得多 越来越笑得多 我真的感觉不到很多 所以我感觉到很多 我真的很爱你 我刚才讲 大家希望 继续有无数多过16年了 26年 36年 看见他们两个感情这么好 相信观众都很希望 在未来的日子中 继续听TWINS的歌声 好 志愿 后来 《中文》 上转 中文字幕 樱庭 之后 说 好 就在上转 在歌声 有怎么办 他 小姐 在歌声 我 她 我 我 有一個色都可可愛 改又改 或是改又改 向我轉轉轉 掌掌掌 試試試 光過海 遠處崩潰 我快樂 四十幾路 我創造你我的未來 一段感情能夠維持這麼久 固然值得高興 但反過來想 又會慨嘆時光飛逝 唱到傷外六年 傷外十六年 好可怕 我的感動是 為何時間會過得這麼快 16年加了10年 不是感動 是無奈 16年了 那我又沒有無奈 我覺得不像 感覺好像很多事情 都是昨天才發生 然後你告訴我 已經過了16年了 很不可思議 很惡然 其實她倆保持得這麼好 感覺跟16年前一樣 都是這麼青春的 未來再唱多16年 都沒有問題 很多時 藝人在拍完戲之後 都要等到節目播出那一刻 才是第一次看 所以有時 她們都未必知道自己造成怎樣 好像鄭紹康一樣 這次就是第一次為奇妙電視主持節目 這晚首播 她都說非常緊張 稍後回來會有更多精彩的娛樂新聞 千萬不要走開 稍後回來就有得看 在韓國 每年都有很多組合出道 但要成功出道 都不是那麼容易 她們在出道之前 都受過多年的訓練 才可以唱歌和跳舞 都那麼厲害 所以都難怪她們這麼受歡迎 現在的社交網站 是就是很方便 但就是因為太方便 所以會令到有不良企圖的人 就會更加猖狂 所以大家都是小心遺上 好像鄧月萍一樣 她都試過在社交網站 有人邀請她出席飯局 不過幸好她都有方法對付她們 其實做藝人都要有幾堅定的意志才行 尤其是一些歌手準備演唱會期間 都要很節制飲食 就算多餓都不能夠吃東西 好像彭嘉麗 剛剛都完成了她的演唱會 相信對於她來說 現在終於可以放肆一下 我發覺小朋友 很多時都可以給到很多驚喜 給我們的大人 別以為他們人仔細細 什麼都不懂 其實可以很有自己的想法 好像不專門的女兒一樣 現在都是六歲那麼大 但是對於潮流 也是非常有觸覺的 楊千說最近的新戲 今日舉行慶功宴 不出席 包括有彭浩祥導演 還有一眾演員 場面非常熱鬧 上午詳細內容 記得密切留意娛樂新聞 跑步了 近年香港娛樂圈 都跑出幾位女飛人 好像憑三小時50分 完成了全馬的狠亞錘 還有跑了八次十公里的流心油 今年的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一個小時完成 是… 等於… 總之下 主持人